薄言 我还以为你去上班去了呢 这是在干吗呀 陆太太 这是陆总为您准备的专用车 来 我带您参观一下 慢点啊 这里是会合区 出外景的时候啊 可以临时办公 这里是烹饪区 即使在荒郊野外 也可以做上一顿美食 这里是卫生间 陆太太 这位是薄姆小菜 她毕业于新东方烹饪学校 获得国家劳动部颁发的 高级技术支撑 精通八大菜系 无论陆太太走到哪里 都可以品尝到 五湖四海的地道美食 陆太太好 你好 这位是萧勇 她是您的专职司机兼保镖 特种兵退役 一直负责陆氏集团的保安工作 格斗 驾驶 侦察 反侦察能力 都是一流的 她可以全天二十四小时 保护陆太太的人身安全 陆太太好 你好 这是陆总为您订的 头等舱机票 我们分两步进行 地面部队先行 陆太太稍晚些时候 坐飞机出发 我们在洛川机场会合 然后开车去剧组酒店 薄言 这是在干吗呀 好了 我老婆想要低调一点 各位先回去吧 工资照算 谢谢陆总 两位跟我来 好的 薄言 那我们说好了 以后我再剧组 你不能随便来找我 也不能查剧组的信息 更不能给剧组投资 不然 我又会成为那个 被特殊照顾的对象 你想要挺周到哪儿了 那你一定要答应我 发生任何事情 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行吗 你放心吧 你陆小溪在 嗯 老公 盖章 哦 对了 我在剧组 不方便戴这个戒指 你就暂时帮我保管吧 不行 把他带上 哎呀 不是说好了不能曝光 我们之间的身份吗 嗯 那好吧 那 我送你去车站 好吗 嗯 走吧 好啦 宋君千里终需欲别 你赶紧回去上班吧 嗯 你好好照顾自己 暗时吃胃药 等我回来 走了 拜拜 注意安全啊 周杰要走了 你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啊 早睡早起 多喝水 多吃饭 少喝酒 少熬夜 就这些啊 不要想忘了 我走了之后 你给我老实点听到了没 人在 侦探队 人往侦探队 这也差很多 拜拜 拜拜 小夕 简安 你怎么那么早就来了 我在这儿等你啊 走吧 走 两位老师这边请 我是组里的生活制片 叫我少年就好了 少年 这么老还叫少年 苏老师 这是您的房间 小夕 这是您的房间 来 方卡 谢谢 谢谢 以后要是生活上有什么事 二十四小时找我 随时待命 好嘞 拜拜 拜拜 少年 老师 这么好 啊 剧组生活终于开始了 简啊 这版剧本你修改得不错嘛 我很满意啊 谢谢郭导 行 我带你去见一下其他主厨 走吧 拿好好的杯子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是咱们新来的编剧 苏简安 简安 这是咱们另外两个编剧 静静和小敏 来来来 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是苏简安 以后请多多指教 你好 带你去见一下女一号 来 张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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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简安 这是咱们的女一号 韩若曦 这是咱们的女一号 韩若曦 这是咱们的女一号 韩若曦 韩若曦 这就不简安 来 你们俩沟通一下啊 需要有什么剧本修改的地方呢 然后呢 你也配合一下 雨童扶着凌峰逃到路边 用异能打开了一辆黑色轿车 两人快速进入车内 使离现场 消失在夜幕之中 郭导 你觉得这段这么修改怎么样 可以吧 行 那我继续 嗯 郭导 这本《维读》怎么能不叫我呢 啊 若曦啊 你能来当然最好了 来坐坐坐 来 坐 来 坐 郭导 我这个缩减安改的地方有点问题 我想微调一下可以吗 可以可以 我也觉得有点担保了啊 还好这是微调 微调就是大改啊 女主动机缺失 未能有效贯穿 导致女主形象太弱比较摇摆 人物成长状态不明确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她的情感产生了变化 第十九场 完全没有设计感 重新改一下吧 女主太弱智了 这么改的话 我完全没法演啊 当然我没什么问题了 那就辛苦大家了 行 那今天就到这里 咱马上要开戏了 回去呢 大家把状态调整一下 行 散会吧 走了 姐 按照她的意思改吧 辛苦 她以为她是谁 今天在会场这么嚣张 人家可是女主角 而且我觉得她说的有些问题 也是对的呀 什么 你看她的样子 很明显就是在针对你 我不行 受不了了 我现在就要去找导演 你干嘛去啊 你确认没有用啊 告诉导演你是陆总的老婆 看他们还敢这么狗眼 你看人低 那我就不用隐瞒我自己的身份了 我都去啊 你一直死了 你就这样一直憋着火啊 我都受不了 反正你能受得来我受不了 哎呀 好了别气了 我得先把这个剧本给弄出来 不然就耽误进度了 你啊 千万别冲动啊 我不冲动 你想她之后去片场两只眼睛 找到头点了 每天都 每天都 每天看人机 好 看人机 好好好 看人机 别收了 插手和小星星快乐 最好的 好好好 好好好 好 姐 睡了吗 我想去看你 不行不行 姐 我明天出差 正好路过剧组 剧组怎么样 适应吗 哎 薄言 你说 女主角如果处在人生的低谷期 将如何走出困境啊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如果有个爱她的人在的话 我相信她绝不会让女主陷入这样的困境的 算了 我还是自己想好了 我先挂了 哎哎哎哎 你先别挂 好 那我看着你工作吧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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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一起做到够的小标 是啊 ش 咱们 我先来 在 咱俩 我来 那我们 并然 这一切没那么简单 同样的衣衫 同样的笑颜 和你手拉手转圈圈 温弱的脸 靠在你的肩 品尝着爱情的甘甜 搞定 天都亮了 改完了 你陪我工作了一晚上啊 改完了就赶紧睡觉吧 那你也赶紧去休息吧 拜拜 拜拜 月月你要气死我啊 你听不听得懂人话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对百合花过敏 你不知道吗 对不起姐 我想着这是粉丝送给你的花 想不想干了 赶紧给我拿走 谢谢啊 简安 小夕 我这么热的天 你穿成这样不热吗 热死了 都是剧组安排的 新的剧本有看吗 看了 第一场就是我和韩若曦的对手戏 我还有点小紧张呢 放心吧 没有问题的 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来 加油 导演 我们先拍着好吧 这都几点了 演员怎么还没到 县长制片说演员马上就到了 怎么搞的 演员呢 演员怎么还没到 马上到了 演员马上到 演员到了 来 若曦姐 咱补个妆 准备开工了 服装化妆赶紧准备了 东东快点 来来 准备了准备了 干活了 都几点了 快点快点 来 现场准备了 这大明星还真是不一样 来 准备了准备了 这样我先讲一下戏啊 这场若雪呢 你是命的 面向着机器 背对着大家 这个时候 雨童你从那个位置跑过来 跑过来之后呢 你看到她 她转身过来 吓你一跳 这时候这台机器会给你个特写 了解吗 好的 导演 了解 好 这场就这样了 来 准备了准备了啊 准备开拍了啊 来 补装 十拍得快 来 一场一镜一次 来 准备啊 三 二 一 开始 若雪 好 卡 表现不错 过了 来 放个机位 从若雪转身开始 二九 一 四 三 二 一 开始 若雪 没有想到 背叛我的 居然是你 亏我一直把你当妹妹要招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你这个叛徒 二经二次 开始 你这个叛徒 我真的不是叛徒 导演 刚才状态不太对 我再来 别动啊 本姑娘从小到大 就没受过这样的委屈 这个韩若曦她竟然敢打我 她废了 好了 别动了啊 乖 姐 我对白头发过敏 你不知道吗 我有一个办法 不过你得配合我 你得配合我 你得配合我 还要配合我 我真是用开 你得配合我 好好用 我给你接下来 你自己配合我 你配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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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配合我 他们配合我 你配合我 你配合我 二 一 开始 你找我 若雪 我决定加入组织 但我不是为了什么崇高的理想 我都是为了你 不管是因为什么 我都很高兴 送给你 你就像这束花一样 像玫瑰一样的美 像百合一样的纯洁 我去 谢谢 那我就不拍了 若雪姐 你别闹 之前就 怎么回事 你来得正好 这样的剧本 我拍不了 若雪 还有你们 先回去 这剧本 这位是咱们这部戏的总出品人 康总 康总 你好 你好 请坐 她居然是这部戏的出品人 太巧了吧 我先去休息了啊 拜拜 拜拜 康总 今天谢谢你啊 应该的 不过我真没有想到 能够在剧组遇到你 我也觉得很巧 我听导演说 你还经常去现场 你就是想多学学嘛 康瑞诚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样做 我很没有面子啊 韩小姐 你是一个专业的演员 虽然我不知道 你跟苏建安有什么私人恩怨 但我不希望你把情绪 带到工作中 你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这么针对她 因为她是陆薄言的妻子 不是 这个项目对于瑞金和你 都很重要 我希望你能实大体 这有一些问题 想在收工之后 向你请教一下 对不起 我最近比较忙 好 好看 兄弟们辛苦了 多工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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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董 应该的 康总那我先走了 行 你先忙 好 简安 拜拜 导演 康总再见 康总你受伤了 没事吧 没事吧 怎么样 危险了 危险了 抱扎一下 真的是她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这么针对她 因为她是陆薄言的妻子 我有事情要出去几天 好好配合郭岛 认真拍戏 好 知道了 宋雨 我不在的时候 好好订好片场 跟拍摄进度 有什么事情随时向我汇报 好的 康总 康总好 你的手好些了吗 苏老师 谢谢你 不客气 鲲小姐 鲲小姐 我已经被四伴過了 对 哪有劲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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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肯定了 苏小姐不是说不让你来剧组吗 咱们直接去的话 恐怕 快去办 不然就准备去非洲出差了 明白 等一下 顺便帮我查一下 这部戏的幕后老板是谁 明白